來到佐鎮夜阿公的家 眼前這景象讓志工們好不捨 平房屋頂被掀起 原本的客廳裡一片凌亂 最有價值的按摩椅 擔心泡水搬到桌子上 而應該是在臥室裡的彈簧床 晾在庭院裡曬太陽 76歲的夜阿公現在要睡覺的地方 是這個倉庫的地板上 我十五很本身 你坐 他在車 你 平安平安 安平安 不只在佐鎮 台南的山區內有十多戶的民宅屋頂 遭到大風催走 上而年紀的長輩真的嚇壞了 你看不懂怎麼會這樣 沒辦法 這樣就沒辦法了 還會有興趣了嘛 那因為我家要自己用得好 結果我們站去而已 兩秒而已我們就說 快走 兩秒就整個都上去 我還會有恐怖 這個地方在這裡 我現在看不到有煮飯的地方 超過二三十年的老房子 許多樑柱都已經腐朽 美濟颱風過境 鬆動的螺絲不敵強風 最少有十多戶的民宅因此回損 有的需要送扶惠床 這個部分我們會及時的再送過去 另外有些部分 是可能後續我們會落實社區的居官 來關懷他們有沒有能力 去修復這些房子 就擔心居民驚恐送上關懷的同時 也要了解重建家園有沒有困難 四條路線三十位志工 關心之餘也要安大家的心 大愛新聞 豬龍蝦紅樹